各位哲目前持续的遭到积压境界 民众党能发动全国开讲 礼拜六的嘉义场 由嘉义党部主委还有立委 张岐凯等人主持 张岐凯高喊要冻结总统府的预算 并且表示会跟国民党来立委来合作提案 好不过对于说这个提案内容 已经有国民党的立委给了软钉子了 连民进党立委都把握机会很酸 说如果这么想要删预算 那么建议民众党快点先删除 看守所的预算 这样就能直接把柯文哲原地释放出来 民众党启动下乡宣讲 嘉义战民众党立委张岐凯高喊 要在新会期提案冻结总统府预算 这话他可不是闹着玩的 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说是要教训总统赖清德 对副立法院国情报告实言 张岐凯不只要提案 更直接点名国民党立委们一起合作 那最近岐凯会先提案 请所有的立法人一起联署 除了我的民众党立委之外 我也会心情国民党立委的一起帮忙 不过疯狂的提案内容 连新会期说好要与民众党 52加8蓝白盒的国民党 这次都不敢背书 国民党立委委委婉的给了个软钉子 似乎泼了民众党一盆冷水 连民间党立委也不放过机会很酸 民众党就干脆直接删掉 法务部看守所的预算 看守所没有预算 就不能运作 那阿伯就可以直接走出来 就地释放 民众党这波突然提案 想冻结总统府预算 到底是真的为了反制赖清德的国情报告 还是为了被羁押的主席柯文哲 所采取的报复举动 选民心中自由公平 记者李洛同 焦国锋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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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